我们在现在的市场里面 常常我们会看到 每次想到去年9月10月 有这样子一个 整个的市场的一个mild down 全球的市场 都是经过这样 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个 财经的一个风暴 那到底今天的市场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那我会觉得 从我们从事 二三十年的这个经验来看 那我们会 我想说 能够更深的来了解一下 到底目前这个股市 开始回升的时候 到底是一个bill market rally 还是它真正能够继续的来恢复 我想这个是每一位听众 每一位观众 都很想要知道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可以从几个方向 来看看今天市场的情形 比如说在去年10月11月 甚至于9月到11月的 那一段时间里面 在整个的美国的市场里面 甚至于全球的市场 是没有任何的资金流动 这个我们叫做lequility问题 那也就是说 任何一家银行 它假如要跟其他的银行 要借款的时候 它永远会怕说 那一家的银行 它会不会是 雷曼兄弟的情形 那所以造成整个的市场里面 是没有资金流动的 也就是说 没有这个source of fund 任何一个大的公司 或者pension fund 它需要资金的时候 它变成必须要付 大概4.7%的 这样子的一个利率 才能够拿到任何点资金 这也是为什么 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那银行拿不到钱 我们讲说 所有的房地产 也不可能拿到钱 那任何一个公司 它需要钱的时候 它唯一的这个source of fund 只有从股票市场来 这也是为什么 在去年股票市场 是跌得这么低迷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今天反看 现在的目前的情形呢 通常我们用一个 所谓的tet spread来看 那在过去去年9月10月的时候 这个spread 这是三个月的LIBOR 减掉三个月的t bill 那这个spread 在当时是大概4.7% 那今天呢 已经回到大概 只有point31 of point32 所以这个是已经 非常非常的 很明显的 让我们知道 在市场上 这个资金的流动 这个事情呢 应该是在市场上已经解决了 那我们也常常听到 所有的新闻都知道 全球都在救这个经济 我们就以美国的市场来看吧 那我们在目前呢 我们差不多有 有4到12个催脸的钱 是慢慢慢慢要到经济里面 来去来救这个经济 这只是美国的情形 那我们也知道 不管是中国 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 都政府都花相当的一个资金 来救这个经济 那这个也让 我们尤其是假如您有 有一些钱是在股票市场的话 那我相信您一定也了解 这个是一个利多的情形 那我们也可以从 不管是从油价 去年在这个时候 一个barrel大概是 147块钱 那今天呢 70块也都还不到 所以你也可以了解 像这样子的情形 自然也是对经济 对股票市场是有利的 那尤其你假如更是想到 我们在去年fall的时候 有很多大家被这个股市 吓倒了 所以有很多的资金 本来应该是在股市上的 现在都回到money market 躲在现金里面 那当然目前呢 当所有的经济的指标 慢慢好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现金 也继续回到这个市场上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大概还有36%的现金 是还在money market上 那你也可以想到 从一个long term的investment的角度来看 那这个资金 在现金里面 那它是连inflation 都没有办法抵挡的 那自然这个钱呢 它真的has no place to go 那所以呢 它慢慢慢慢 当我们的失业率 慢慢慢慢improve 当所有的经济的指标 慢慢improve的时候 那自然这个资金 也会慢慢回流到 所谓的股票市场上 所以您从很多的 这个地方来看 尤其我觉得一般的 我们的投资者常常会 会每次听到一些 经济的数据的时候 就很自然让我们想到 说我们今天的经济 是非常糟的一个情形 以至于我们在投资上面 也许没有真正拿捏好 那我们到底应该是 在哪一个方向投资 比如说我们听到 unemployment 这些失业率很高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想到 OK 这个经济很糟 所以我们就不会把长期投资的 这个资金放在股票市场上 那这个到底对不对呢 那从一个投资的角度来看 我们千万不可以把 所谓的lagging的indicator 像失业率 像我们的房子 继续foreclosure 那这些呢 都是后置的经济指标 来把这样子的一个指标 看成以后这个经济发展的情形 我们真正应该要看的是 所谓的leading indicator 什么叫leading indicator呢 大概有十个 很重要的一个前置的经济指标 比如S&P 500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leading indicator 那这些leading indicator 甚至于说 像有很多的这些 这些 我们讲说这个国家 是进口比出口多 那你看所有的海岸 它的进出口的这个情形的话 那这些leading indicator 大概70%的leading indicator 都一直在进步当中 今天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我们是把今天一块钱 拿到以后来做投资的 所以这个前置的经济指标 对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讲 就更重要了 那我非常非常想提醒 所有的投资的朋友 那您千万要把所谓 短期投资的钱 跟长期投资的钱 应该要做一个相当 相当好的一个规划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我们的资金 其实常常想到 不管是我们的资金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relationship 那这个都是一个祝福 那假如我们的资金 是一个祝福的话 那我们应该要学会 做好一个管家的工作 那也就是说 假如这个是短期的资金的话 那我们是不应该用 长期的工具来做 我们短期资金 要用的这个钱 作为一个工具 比如说短期的工具 平良心讲 很可能CD 一般的money market fund short term bond 那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工具了 那可是假如中长期 所要用的钱 那假如 尤其我们假如看到长期 您要用的钱 那假如这个所有的钱 都是放在现金里面的话 那我相信你也了解 那今天的一块钱 你放在银行里面 那银行所给您的一点利息 是没有办法cover 以后的inflation 也就是说 假如今天您的 五万块钱的薪水的人 在我们用二十年 二十五年以后来看 那这个我们就算是inflation 还是很低 三percent的话 那你这个五万块 以长期来看 二十五年以后的 来看这个五万块的时候 你这个并不是五万块钱的薪水 而是大概只有三万块钱的薪水 所以这一个无形的杀手 所谓的通货膨胀 那应该是常常在我们 长期投资的脑海里面 要常常去计算它 因为您假如不是去很小心地把它规划的话 那您长期要用的工具 长期的才要用的资金 您假如只是放在现金 放在一些短期的工具的话 那到底这个资金怎么样来帮你保值呢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我们在做长期投资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要用对 这些长期投资的工具